新三板挂牌企业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了紧接停牌公告 公告说2019年1月3号某顾客在本公司接受龙鼻手术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现在贵阳市云烟区卫济局已经发布了关于贵州整形口腔美容外科医院龙鼻手术患者死亡情况的通报 相关部门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本公司后续将及时更进并发布事件进展情况 据上市公司资料显示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4号在新三板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是整形外科 口腔科 机关微整科 综合科以及其他特色的整形美容服务 2017年年报显示整形业务收入占到这家公司总收入的45% 1月3号一名19岁的患者被曝在这家医院做龙鼻手术的时候死亡 最了解当天患者实施的是龙鼻术 别延长双侧偶然骨 别肩综合树形 指导医生是甘愿外科门诊的主治医生詹姆 手术过程中患者出现了四肢强折症症软等情况 转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1月4号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通过官方微博回应说 顾客在手术中出现了恶性高热的症状 我愿考虑这次意外的发生是麻醉并发症 但一切以司法鉴定的结果为准 关于医学 我是彻底的外行 当时科技日报的这篇报道是这样说的 作为临床麻醉所致的严重并发症 恶性高热不但十分致命 而且发病非常的迅速 它在成人中的发生的是五万分之一 在科幻美剧《相对宇宙》第一剂第四节中就有这样的情节 男主角的女儿告诉医生 她妈妈是恶性高热症的易感人群 不能够接受任何麻醉药剂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烧山整形科主任雷宇解释说 隆别手术并不算是什么高危手术 仅从手术的角度不会出现高热 即便是甲体植入感染发热也不会如此之快 凶血之外很有可能是在于麻醉 卫生部门表示 他们一定会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 严格根据试检报告和调查结果 依法依规处理指示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整形整容这件事 现在是挡也挡不住 蓝也拦不住 不过大量案例表明风险还是有的 而且不小